有些美好的时刻 一生仅有一次 他们应该与您所爱的人分享 当您有一个好的健保计划的时候 将拥有更多美好的时刻值得庆祝 忠心健保 十个努力为您的健保提供服务 想您所想 让您能无忧无虑地享受 属于您的精彩健康人生 以您的健康为中心 忠心健保 10月15日至12月7日 为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 大家都知道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您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会员将享有丰厚福利和礼品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道中文电台的听众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今天跟大家说说一些热门的新闻 包括了仍然继续延续 令到全世界都在震动 包括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 以及中国亦在一带一路十周年的第三次论坛 再次声明 节目内容与星岛中文电台无关 纯粹是我霍永强个人的意见 因为我的说法可能离经贯导 因为我的标题是 为什么要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哈马斯? 就着巴勒冲突 我特别留意一点 这段时间有不少传媒 包括在中国内地的评论 都已出现了很多相当扭曲的评论 背后明显有些水军在做事 详细怎样呢?等会再说 上星期节目中也曾提及 预计未来的巴勒斯冲突 都是一场非常血腥 肯定会令人感到非常不安的事件 但同时也提及 这件事其实不是无跡可尋 除了在以色列极右翼的政府上台时 大家有个警号之外 其实2023年 曾经在联合过的两次会议 人权会议都提及 有关巴基斯坦的问题 当时甚至发布了一个统计 由2008年到2022年 总共有5590个巴勒斯坦人 以及251个以色列人 因为这个冲突问题而被直接杀害 所以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说过 现在是中东最平静的时刻 这是一个大错特错 尤其是去到8月21日 距离现在不太远 少于三个月时间 联合国中东事务特事 温内斯兰 Rensland 已经向安利会通报过情况 当时 已经有200多个巴勒斯坦人 以及接近30个以色列人 在示威、冲突 以及军事行动 袭击之中丧生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全年 即是2022年的全年的数目 是成为2005年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而且2022年本身 已经是一个新高 也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 在过去大概十多个月的时间里面 整个巴勒斯坦 都出现了一个 非常令人担忧的暴力趋势 所以去到现在 出现如此严重的冲突 可以说都是因为在国际社会上受忽略 甚至可能巴勒斯坦人 都觉得已经是被遗弃 以引致的后果 所以可以说 这些一切事件 都是有迹可尋的 即是双方面的声音 在国际社会的声音 不对等 导致我们对这件事 是非常之轻忽地放过 最终造成一个严重的冲突 尤其是这几年极端心态 可以说在整个世界都蔓延得很严重 说真的作为香港人 我们现在 今时今日都很清楚 当心态扭曲之后 人会变得有多可怕 可以四年前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的幕 我今时今日走在街上 又或者走在街上 看到篮杆 有时可能听到一些审讯的过程 看到一些火烧的场面 那些暴徒的暴动的环节 都令我深深有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 这个世界一旦受到影响 甚至你可以受到一些 謊言的影响 都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这么一窩蜂的行为 我相信 就算今时今日 可能再问回这些 因为这些事件可能要坐几年牢 到底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走出来 我相信他们都答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今时今日 当我们见到以色列也好 或者甚至美国 不过美国在内 都试图将哈马斯 和巴勒斯坦分割 说这次行动 只是针对哈马斯的话 我觉得这种想法 同样地都是很荒谬的 因为过去的问题 这种仇恨 或者压迫 都是积累下去 是平民百姓 所以哈马斯这样的极酸心态组织 才能够被选举当政 所以我们想到 人秀情绪发映了很大 亦都因为这样 所以才令到这种选举制度 更加不可靠 所以大家都有不少的机会 听到一些在抗争场面 会看到 我们都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 还怎会怕死亡 或者打击呢 而这件事情 当你印证是一个真实的环境 你真的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是被遗场 甚至连出海都被压制的话 你这种心态的变化 当然一定会极端 而只会越来越极端 不过在这段时间 令到我更加有深刻印象 或者受触动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我见到有不少的评论 都带着强烈的立场 不单是称不上客观 或者对视不对人 甚至很多时候 是完完全全的 另一种手法 一是抹黑对方 又或者直接洗白自己 而我可以说 以色列一方做出来 在这方面的外宣工作 可以说非常强烈 有些方法就是抹黑对手 像Political的欧洲版 最近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 说在这次巴尔冲突以来 以色列向新闻和社交媒体 投放大量广告和假消息 可以说造就了一次 可以在媒体资讯上的战争 塑造了大家对以色列的观感 和对巴尔斯坦的观感投放 尤其是强化了 或者哈马斯在巴尔斯坦里的野蛮程度 例如很多女性被绑架 或者以色列与血肉模糊的照片 放在X上传递 引起大家的公愤 从而尝试赢得更多人支持以色列 但Political经过调查后 发觉这些照片 并不是真正来自这个冲突 而是其他一些 可能是专门贩 屠杀恐怖视频的账户 而这些广告是以色列外交部 给予钱 推动出来的 除了抹黑行动之外 洗白的手段 我觉得以色列做得更加精彩了 其中一个令到我印象深刻的 不可以算是评论 利用故事 去贩卖对此事件的观感 他的手法是 以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室里面 一场激烈的辩论上演 围绕着这次巴尔冲突 激烈争辩 两方面各执一辞 也没办法说服对方 这个时候有个教授 入到来 就以一个很自信 很温和的态度 面带微笑地跟大家说 大家明白 对巴尔问题有强烈的看法 他提了一个建议 他就说 如果支持以色列的同学 将来不专业可以选择去以色列工作 而支持巴勒斯坦的同学 就选择去巴勒斯坦做事 而在故事里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支持以色列的同学 就立刻微开眼笑 充满了期待 而支持巴勒斯坦的同学 就觉得心情焦虑不安 就觉得有问题 甚至有些支持巴勒斯坦 说我不想去巴勒斯坦做事 而当教授问为什么 这个原来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 巴勒斯坦说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高度发达国家 政府廉洁高效 法制完善 而社会的环境都很好 在那里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而问到为什么不愿意 巴勒斯坦人做事的时候 就说 巴勒斯坦政府腐败成风 社会动荡不安 所有科技文化都非常落后 没有好的工作 甚至在极端组织的威胁下 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 甚至为这个讨论做了一种总结 反对以色列是工作 而支持以色列是生活 可以说 将整个巴勒斯坦的背景 完全抹杀之后 就以一个现实 不能再现实的态度 去衡量到底哪一方 可能值得我们去投入 这种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选择呢 当我们要选择支持某一方的时候 我们是要基于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投入 还是说 在这个事件上 谁才是受害者 谁更加需要我们的援手呢 正如我们需要对中国可能一些落后地方 要做一些扶贫工作的时候 当然 在我们过去见到有不少人 他真的愿意牺牲自己 去投入一些资格的工作 或者去支援当地贫困环境 试图去改变当地环境的做法 这种是绝对值得我们敬佩的行动 但同时也不能阻碍 我们对于辅助这些贫困地方的人的 心愿和希望 我们也可以透过很多其他方法 去继续支持他们 去支持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环境 反而这种透过这些所谓故事 来尝试扭曲大家 对于社会认知 或者对于我们 一种价值观的认知的扭曲 这种可怕的行为 这种正正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美国大行其道的自我功利主义 即是说每一项选择 我们每一项对事情的态度 或者我们价值观的衡量 第一件事 都要由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利益 来做出发点 如果真的这样 这种社会再没有前途 再没有正义可言 正当以色列要强调 要将在加沙地带的巴赫斯坦人 进一步逼向南部 但同一时间 又继续对于包括南部城市的地方所在 继续轰炸 可以说整个巴赫斯坦 完全没有正土可言 在这种背景下 原先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都只能做个样子 由拜登总统出马 凭着影响力 事途去缓和 来到缓和情况 准备与以色列的领导人 包括内塔尼亚湖 进行会面 然后再到巴赫斯坦 巴赫斯坦的领导人 阿巴斯进行商讨 尝试缓解目前巴尔冲突的问题 之后还要和约旦 以及阿拉伯国家一众国家 看看往后能不能有方法解决 或缓和巴尔之间的问题 不过很可惜 一支导弹搞到拜登进退两难 以色列的导弹袋袭击了加沙地带 其中一间浸讯会医院 因为强烈的爆炸和烈火之后 令到最少造成500人死亡 有传说在建筑物内有数万人 当然这可能是误传的地方 但是造成严重的伤亡 肯定是事实 事后以色列都发现出了问题 所以还特意搞了一条片说是巴勒斯坦的火箭弹的错误攻击 不过这条片不是做得太理想 就连CNN都不信 而这次这样的导弹事件 肯定会延续在中东地带的不安和不稳定的状态 而大量的难民也难免令到鄰近的中东国家 又一次陷入一个好像欧洲的难民问题 难民潮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 凡这些大型的事件发生时 要想知道到底谁是谁非 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 到底这件事件上 谁得利 谁有损失 随着这个方向我们思考的话 答案又呼之欲出 我是霍远强休息回来 继续和大家时事观察